它是水平的大海 水平的大海 以氣候變遷及永續環保為主題 風光山萬年寺 住持廟境法師 受到當地神學院 作為與壇人分享 攜手基督教牧師共同交流 檢視現今環境危害問題 以及從日常該如何做起 分享了自己教師的理念 就是怎樣環保 還有規格 來減少地球的碳化 怎樣尊重生命 我覺得從佛教裡面 對於環境的保護 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習的 很多實質的行動 宗教和諧交流 探討如何深化環境保育 看見佛光山智力實踐 綠化減碳成果備受肯定 用實際行動愛護地球 為下一代留下美好家園 這位是菲律賓馬尼拉 綜合報導